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推出虚拟财富 资本逃离了实体经济 留给日本经济的只有失去的十年 洛克菲勒中心位于纽约市曼哈顿第五大道 它以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名字命名 是美国的地标建筑之一 也是财富和权势的象征 然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洛克菲勒中心被日本三菱公司收购 当时由媒体惊呼日本入侵 这是荷兰作家樊高的名作向日葵 1987年3月在伦敦加士德的拍卖会上 一家日本企业以将近四千万文金拍得这幅名画 刷新了梵高作品的拍卖记录 世界为之震撼 在1985到1990年间 许多世界名画的拍卖价格都被刷新了 而买主几乎都是日本人 这仅仅是日本大量收购海外资产的著名案例 而日本居民和企业收购海外资产的直接原因 使日元的大幅度升值 这开始于1985年的一次秘密会 1985年9月22日清晨 一位日本官员身着高尔夫球装 匆匆登上前往纽约的飞机 他就是时任日本大藏大臣的竹下灯 当时的大藏大臣掌管着财政税收和金融 是日本经济事务的核心决策者 竹下灯此行的目的 是要参加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 参会者 还有美国 德国 法国和英国的财政部长 在会议上 五国财长达成了一系列协议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联合干预外汇市场 让美元对主要货币有序贬值 由于会议的地点是在纽约的广场酒店 这个协议就被媒体称为广场协议 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前 日本已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 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 当时的日本 依靠廉价的日元和高超的供应 让日本制造的产品畅销世界 成为当时最大的贸易顺差国 由于美元大量流入日本 日本的外汇储备大量投资债券 到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的战权国 而美国的外贸池资却在不断扩大 所以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 来增强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并改善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 在广场协议签订后不到三年的时间 日元仿佛坐上的火箭 从一美元对250日元一路飙升到一美元对120日元 当时的日本 已经度过黄金十年完成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 日本城市化的进程显著加盖 日元对外升值 本土货币宽松 这直接驱动了日本海内外的投资风潮 在海外大量收购资产 在本土投资股市楼市 两大超级泡沫腾空而起 股市日经指数 从一万多点冲高到四万点以上 楼市更是一片喧嚣 在最疯狂的时候 仅东京一个城市的土地价值 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总地价 日本经济 在资产泡沫和城市化的喧嚣中 再一次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 而代表日本签订广场协议的 大藏大臣主甲登 也在1987年 荣登内阁首相的网络 宽松的货币带来了通货膨胀 日本政府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 在1989到1991年间 日本央行连续五次提高利率 并收紧银根 抑制投机 两大泡沫应声而破 股市在1989到1990年 暴跌超过70% 楼市在1990到1992年间 也暴跌超过了70% 日本经济从此告别了高增长的时代 而此时的竹下灯 也已无力回天 在1989年 他因为一次政治丑闻 黯然下台 1995年 由于经营不善 当年收购的洛克菲勒中心 又被半价卖回给美国人 当年日本人收购的名画 有许多甚至还没有开箱 就被重新运回到拍卖场 1990年前后被称为日本经济盛极而衰的拐点 此后 日本形成了一个低增长 低利率 高负债的模式 被后人称之为颓废的使女 而当年 宁日元升职而大量购入的海外资产 却成为日本经济的一大支柱 所以就有了今天的两个日文的说法 一个是长期低迷的日本本土经济 另一个是日本国民的海外资产 不断向本土汇回收入 时至今日 日本国民拥有的海外资产 及汇回收入 能高居世界毕业 多年来 日本经济泡沫的升腾和破灭 像你一样困扰着人们 有人归咎于广场协议带来的日元升值和资本外流 有人解读为投机资本和泡沫破灭带来的盛级而衰 也有人认为 这就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经历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